藏在其中 打手时注意发力要短促 有弹斗之劲 五花与雕手的过程中 注意斜接紧凑 不可接断 拍脚 拍脚的做法是 双手以手背为利点 由上向下 拍击脚面 拍击时注意保持身体正直 拍击要求准确 响亮 拍击过程中 利由背发于手 开始练习拍脚时 可以用手掌先拍击 然后逐渐再加强手背的练习 提高手背的抗击能力 掏蹬腿 一腿独立支撑 另一腿筋腿后侧 向下方横踩蹬肌 掏腿时注意身体要稳定 掏腿用脚踩肌对方筋骨 要求高不过吸 低不过回 掏腿属于按腿 是隐藏中的一种腿法 发力要求快速 有力 突出 一桥取肾 掏腿时注意拧腰发力 拖腿时注意拧腰发力 拖腿 拖腿时注意擦地而起 脚尖上翘 拖腿主要用于 踢击对方回关节 所以要求用力 由下向上 在踢击时有回钩之意 在踢狼瘸中常常配合上手的 五花雕手或其他手法 练习 组合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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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了手法的雕踩手法 在组合练习一中 右手的向位雕踩 发力要求 短粗 有弹抖之劲 利用身体的折叠和开合之劲 使雕踩的发力 力度加强 踏狼瘸的动作要求 动作雕敏 弹突有力 肛中寒柔 柔里带肛 组合练习 组合练习二 组合练习二里 突出了手法里边的 勾顶下杂 以及连续的冲拳 踏狼拳在打法上 讲求阵营而侧击 以巧 快而取胜 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里手法的运动 要求快速敏捷 连贯 不可阶段 组合练习三 组合练习三里 突出了一个腾空动作 在做腾空动作时 注意起跳前的身体的姿态 自动后 在空中弹腿 拨地后 叠走杂鸡 组合练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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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了两手的摇臂动作 演练时 体现了踏狼 两手式刀斧 挡分足以两臂摇的特点 摇臂中注意以腰带手 带臂 组合练习五 组合练习五 突出了一组 手法与腿法的配合 手法与脚法的配合中 要求上下协调 在做五花时 与弹腿 要上下一致 在踏狼圈中 要求手 也 身 不 招式 快速敏捷 所谓要求五快 组合练习六 组合练习六中 突出了一组 行径间的手法变化 主要有雕彩 反冲拳 架冲拳 等动作组成 在这一组组合中 手法的变化 要求快速连贯 发力时 要求松阶垂手 活腕 抖壁 组合练习七 组合练习七中 突出了左右的五花雕塑 此动 在传统 唐狼圈中 又称为 燕底藏花 这一组动作中 手法变化 突出了 残扰 及其雕 弹打 组合练习八 组合练习八中 突出了冲拳 及其反砸走的动作 组合练习九 组合练习九中 突出了 勾顶的上肌动作 在动作过程中 上部与拳法要配合 勾顶上肌时 注意两脚趴地 使力 传于勾顶 组合练习十 组合练习十 组合练习十中 突出了最后的 手法与腿法的派合 弹队与弹万 要求上下派合 他狼拳是一种 象形拳术 在他狼拳的练习过程中 要求具有 他狼的形象 和他狼的斗劲 模仿他狼的动作 结合武术的技法 所以在练习中 要注意象其形 取其意 组合练习十一 组合十一 突出了两手的脚旋 及其摇臂动作 此动作又叫 他狼捕蚕 他狼捕蚕 是他狼拳中 他狼捕蚕